大家好,我是小刚 今天又到水沟里面来搞野 这种水沟里面虽然水质不是很好 漂浮着各种生活垃圾 但是往往这种环境野货会很多的 这里有一堆桶子,看见没有 我的天呀 看见没有 这些红色的虫子应该是红虫吧 像这种虫子的话,鱼类是非常爱吃的 鱼类,泥秋,黄扇都是非常爱吃这种虫子的 这点起码有几百万只呀 几百万条虫子应该是说 对,几百万条虫子,看见没有 看 这边好像有一个缝蟹,看见没有 这边 然后,这些就是那个钉罗,看见没有 这些钉罗的话,我估计也是来吃这个红虫的,看见没有 像这种缝蟹里面 说不定有野货 去你试一下 哎呦 好,好家伙 你看 你看 这条黄扇 竟然生活在几百万条虫子里面 你看,我就说吧 这些红虫旁边 应该是有鱼类生存的 你看 这家伙 哎呦呦呦 说进洞了 看 逗出来看一下 这交货有多大 你看 生活在几百万条虫子里面 哎呦 好大的黄扇头呀,你看 哎呦 好谨慎呀 哦呀 哦 哦 难怪这么肥呀 我估计半斤应该不止啊 我的天呀,好肥呀 挺高 哦呦 大货呀 我的天呀 这条黄扇 你看 足足有半斤重 最少 拿回去称一下 为什么这么肥呀 你看 因为这条黄扇 生活在几百万条虫子里面 所以长得越来越肥了 你看 好肥呀 你看 太肥了 现在给它拿回家称一下 到底有多重 我估计应该有 半斤应该有 哦 太肥了这条黄扇 哦 哦 高兴坏了 高兴坏了 观察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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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